世界屋脊的冰威牛种,张木牛和阿佩甲杂牛,近日在重庆市云阳县成功克隆。 这是世界上首次成功克隆,血域高原冰威牛种,也是西南地区第一次诞生克隆牛。 在位于云阳县凤鸣镇的重庆市两种肉牛繁育场,工作人员正在给几头小牛喂食,梳理毛发。 这几头小牛是张木牛和阿佩甲杂牛,通过体细胞克隆技术获得的。 据了解,分布在青藏高原的张木牛和阿佩甲杂牛,是世界珍惜的地方黄牛品种,它们已在血域高原上生活了上千年。 这两个黄牛品种不仅适应高寒生态环境和粗放饲养条件,同时还具有优异的铲乳铲肉性能。 绝不能让血域高原冰威牛种植资源灭尸。 2022年7月,国家相关部门和藏鱼两地决定对处于冰临灭绝状态的张木牛和阿佩甲杂牛实施抢救性保护。 客体组围绕高原牛种活体保护、体细胞保种、克隆复原等技术难题进行公关。 云阳县既是牛羊养殖大县,也有适宜克隆牛生存的气候条件。 客体组最终决定把张木牛和阿佩甲杂牛、克隆胚胎移植项目落户当地。 经过科研人员不懈努力,客体组在重庆市两种肉牛繁育场成功克隆出张木牛和阿佩甲杂牛公牛各次投。 我们采集了张木牛和阿佩甲杂牛的儿组织,回实验室之后建立了陈鲜灰细胞系, 然后利用体细胞可移植技术制备了克隆胚胎,将克隆胚胎移植到单于母体,单于母牛中。 经过逐月的妊娠,我们获得了八头克隆牛。 客体组成功将体细胞克隆技术创新应用于冰威牛种抢救性保护, 对快速扩繁保种群急需的种公牛, 以及对种群复原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都是极具标志性的成果。 按照计划,今年夏天,客体组将把在云阳县克隆的两头张木牛和两头阿佩甲杂牛送到西藏原产地, 补充保种急需的种公牛。 另外四头克隆牛将留在云阳县培育至成年, 进行训练调教,采集制作冷冻精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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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